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这是地狱正在爆发 所以最新的情况如何 我马上连线给克隆娟 让她来告诉我们 是的阿娟 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 展开了代号北方之舰的大规模攻击 共袭击了超过1300个目标 这世纪2006年以来 以色列与黎巴嫩最大的武力冲突 造成超过2000人伤亡 以色列甚至锁定真主党弹药库 以及军事领袖集会 进行精准猎杀 近日来已经造成多名干部折损 包含作战指挥官阿基尔 高阶指挥官瓦赫比 以及飞弹部队指挥官古贝希等人 重挫真主党士气 以上是来自黎巴嫩的最新消息 好 谢谢克隆娟 不过说到了黎巴嫩 过去曾经被法国殖民 首都贝鲁特更被称为是中东小巴黎 不过在二战结束之后 法国撤出黎巴嫩留下了宗派制度 却为黎巴嫩种下了火根 1975年内战大规模包方之后 真主党顺势崛起 而在2020年贝鲁特港大爆炸之后 更让中东小巴黎彻底的崩尘 而如今黎巴嫩一旦正式卷入了战争 恐怕将沦为加萨蒂尔 舞者摇曳生姿 跳着肚皮舞 亚麻色的头发披在肩上 乐团演奏中东音乐散发浓浓抑郁风情 而将画面转向另一边 风格截然不同 男士穿着西装 女士穿着迷你裙 随着台上乐队节奏贴身紧格热舞 1970年代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完美融合西方与中东文化 更因为过去曾被法国殖民 因此有中东巴黎之称 除了人们从北方 有些人从全国的阿拉伯世界 从伊拉伯 俄罗斯利亚 从巴勒斯坦 在这些咖啡里面 住在这里 感觉自由 尽管作为中东国家 但黎巴嫩却是以基督教人口 为最大宗 占四成 因此吸引大量移民迁入 1943年 黎巴嫩独立建国 境内约有130万人 到了1970年代 黎巴嫩人口更超过300万 而黎巴嫩之所以由胜转衰关键 就是黎巴嫩内战 1943年 是那种纪念 当马亚兰人 承认了 俄罗斯利亚人 作为伴侣 他们也会有力 尤其是罗斯利亚人 内战的起因要追溯到法国统治时期 因为当地人口结构复杂 因此法国人发明宗派主义 由基督教马龙派担任总统 伊斯兰教逊尼派担任总理 伊斯兰教逊尼派担任国会议长 东正教担任副总理与副议长 这一制度只让黎巴嫩表面得到平衡 而私底下各派系则因为资源分配不均 早已种下祸根 伊斯兰教逊尼派冲突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则是引爆这颗炸弹的导火线 1975年共产党战争 与巴勒斯坦难民入境 随着巴勒斯坦难民入境 巴解势力也开始笼罩黎巴嫩 没多久双方就发生冲突 黎巴嫩官方允许以色列进入黎巴嫩 攻击巴解组织 而这个决定也催生出 如今在黎巴嫩支手遮天的真主党 而各个宗派势力只为自己派系谋取福利 结果就是政府彻底失能 2020年8月初 贝鲁特嘎发生小酸胺大爆炸 首都一度出现殉壮云 就连新人婚纱拍到一半 都只能狼狈逃离 这起爆炸案造成200多人死亡 超过6000人受伤 粗骨损失超过100亿美元 以当时汇率计算约合2954亿新台币 彻底让黎巴嫩经济崩溃 离巴嫩内战结束距今将近35年 当地经济却难以回复往日荣景 离巴嫩通膨突破200% 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离巴嫩超过八成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 一天的收入低于100元新台币 但真主党在伊朗支持下持续壮大 昔日的中东巴黎彻底盟成 如今恐怕沦为加萨第二 持续关注俄乌战争 俄军在9月份对乌克兰发起了一场 无人机攻击 就被发现其中竟然有69架 是伊朗制的无人机 过去俄罗斯安伊朗在交易的时候 还有还会偷偷地偷来按去 但如今他们两个人是大辣辣 公开牵手了 事实上前伊朗官员自己都说溜了嘴 他们承认现在是拿飞弹 拿武器来换俄罗斯的粮食 21号在首都德黑兰再度登场 名义上经历两伊战争爆发44周年 骨子里却藏不住对西方谴责的无视 如果我们没有遗争 如果我们想要想要 如果我们想要 以外的权力 我们会不成为 这种状态 在这种状态 就必须不必须 结于台前打秀军事肌肉 光是国产飞弹具有20多款 包括最新型圣战飞弹 射程可达1000公里 还有无人机见证者136B 射程可达4000公里 这一回等效改款 备受瞩目 因为见证者136 早已在恶务战场遍地开花 民众直击无人机飞跃上空 只是白色机身被弃成了黑色 见证者136由伊朗革命卫队旗下企业研发 获得俄军 爱用来自杀式袭及乌军 早已不是新闻 因为见证者136 每家造价约64万台币 但只要击中西方原屋的昂贵飞弹 一枚价值动辄百万台币 看在俄方眼中CP值超高 甚至干脆在自家领土设厂生产 这就是一个例子 他们认为他们被弃成了 你能看到这里 是一个很熟悉的 极端的形状 射程136弹 尽管伊朗按照惯例 一律否认提供俄罗斯 任何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武器 然而在去年10月 联合国对伊朗飞弹计划 限制奇满解禁之前 12国防长萧伊古 就先访问德黑兰布局 数十名俄罗斯军人 正在伊朗接受 法塔赫360短程弹道导弹系统的操作培训 外界盛传俄罗斯国防代表 还以在去年12月签下大单 取得数百枚的伊朗 法塔赫360 外星导引短程弹道飞弹 并且出货在即 部署在前线将于俄军增加选项 不再只是用长程飞弹 来攻击乌克兰的纵身目标 当然是这对乌克兰 这对乌克兰的生意 所以俄罗斯还不忘 加构另一款伊朗自产的 燕子弹道导弹系统 严密封锁下 导弹转让依然存在三种途径 通过两国共有海岸线的离海 向俄罗斯海运导弹 经过离海或经由阿塞拜疆 或亚美尼亚和格鲁加里空空运导弹 我途经这些国家陆运导弹 到了今年九月 光是上半个月 俄一高阶官员 更是你来我往会晤停停 为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 十月访俄铺路 普林更松口同意建立 俄罗斯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与伊朗同样是军武出口国 同样在西方制裁下被孤立 然而随着中东地缘政治局势升温 为了阻止伊朗向中东代理人输送武器 从美国欧盟到局三分国家 纷纷收紧制裁 还是南党恶意交往越来越高调 俄罗斯有高精舰的聚首 伊朗有大量的中低端的产能和产品 俄罗斯战争需要 俄罗斯要想从伊朗获得足够的军火供应 或者持续的军火供应的话 它必须要给一定的对价 那么现在伊朗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伊朗的许愿清单上 第一项恐怕就是俄罗斯的核武科技 与英国首相施凯尔13号访问白宫 也与美国总统拜登 谈起满手浓缩的伊朗 向俄罗斯提供弹道飞弹意图恐怕负担存 它存了大概有几百公斤 就是国际原能组织 它公布的数据 可以做四颗原子弹的浓缩油 这个浓缩油的话 除了做原子弹 没有其他用途 伊朗自称它不搞原子弹 所以在这个技术方面 伊朗和俄国 它这个可以做交换 可以各取所需 第一方面外界可以肯定的到是 伊朗的确已经拿弹换粮 1月8号有伊朗官员自己向媒体说流嘴 竟然首次公开认了 伊朗向俄罗斯提供飞弹 来换取小麦和大豆 去年夏天俄罗斯先是退出黑海股物协议 又狂轰乌克兰黑海港口 震荡全球粮食供应 市场余计有存 日前华尔街日报更报道 沃开达以来 俄军占领乌克兰的农田 并且在黑市盗卖粮食 价值超过300亿台币 并沦为俄罗斯的战争资机 就连伊朗革命卫队旗下公司也受贿 但即使如此 伊朗人仍谈不上粮食安全 甚至连肉都吃不起 金农群起示威 因为日子快过不下去 4月伊朗摇身成为肌肉出口国 大手笔把5千顿肌肉外销伊拉克 理由不是才能增加 而是肌肉炙烧 然而中东战火一旦点燃 伊朗民众的生活口将进一步 陷入挣扎 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地缘风险 除了在中东 除了在欧乌之外 还发生在中国 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飞弹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中国 自己所公布的飞弹路径图 非常的远 而且这是中国40多年来 首次向太平洋海域发射 洲际飞弹 外面的解读是中国正在高调 秀Muscle 当然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在口吓所有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首先这一次总飞行距离非常远 超过了一万两千公里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可以直接打到美国本土 那么对美国而言 当然就是它的飞弹 直接就飞越过了美国关岛上空 所以使用萨德系统的关岛美军 据说只要抬起头 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导弹飞过 对美国的威吓意味非常浓厚 那么其次是 这次发射的单位是火箭军 火箭军是习近平亲自催生的禁卫军 成立在2015年 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 包括掌管的是 中国不断扩大的核武库 而且去年8月2号 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访台之后 共军不是举行了环台军演吗 当时的火箭军 单纲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台湾和日本方向 发射了11枚弹道飞弹 外国人能够造出来 中国人一定可以造出来 利用历史画面 与震撼音乐堆叠情绪 中共解放军在母兵宣传片中 讲述火箭军历史 火箭军的前身 是第二炮兵部队 在1966年成立 一直到2015年最后一天才改名 成为与海陆空三军并列的第四军种 火箭军由三支部队所组成 分别是核飞弹部队 常规飞弹部队 与作战保障部队 全军大约有15万人 但过去有许多风波 让火箭军一度蒙成 火箭军作为中国最新成立军种 却让美国空军大学 公布高达255页研究报告 除了发展历程外 连基地坐标都完全被公开 上至司令部 下至吹事班 通通一览无遗 因此也有人怀疑火箭军机密泄露 权因有内鬼 这件事也让习近平决定清洗火箭军 决定基于魏凤和开除党籍处分 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 作为习家军与第一任火箭军司令员 魏凤和重箭落马 而除了他之外 接下来分别继任火箭军司令员的 周雅宁与李玉超也接连被罢免 现在火箭军司令不过到第四任 就有三人因贪腐被革职 可见火箭军中贪腐情况多严重 然而解放军似乎也趁这个机会 大袖军武肌肉 火箭军第61基地位于安徽省黄山市 一共拥有八个旅 毗邻邻台湾海峡作战区域 同时配有大量短程常规飞弹 以及无人机团 实时观察台海动向 恐吓意味浓厚 而另一个基地更让全球绷紧神经 火箭军第67基地 如今是中国核武集中地 根据五角大厦2021年预测 解放军手中核弹头 恐怕将在2030年突破1000枚 除了核弹头陆续增加之外 如今中国火箭军也新持续扩张 在25号更睽違44年 突然试射洲际飞弹 引起外界关注 你能看到这三个核弹头 是设计成为航空发射 向北红洞 和国际美国 火箭军动作频频 各类武器层出不穷 恐怕除了炫耀武力 还想牵制美国 完成称霸太平洋的大梦 今天的揭闭系列要告诉你的是 全球被关最久的死球 他在敦苦劳 敦了将近48年之后 竟然在案发后58年大逆转 获判无罪 此来的正义还是正义吗 这位受冤者在狱中总共被关了47年 又7个月 也就是说关成了一位垂垂老矣 又患了精神疾病88岁的老翁 而灭门血案逆转的关键竟然是一块被栽赃嫁祸的布料 一桩进一甲子的旧案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 最后世间主角是这位步履满山的88岁老人库田言 时间倒转回58年前 1966年他在靖刚一间卫增工厂工作 老板一家四口在家中遭人纵火杀害 当年30岁 曾是职业拳击手的库田 被列为灭门血案的 头号嫌疑犯 原先否认犯案 但经过20天 每天12小时以上 高强度侦讯 他一度认罪 后来出庭又翻供 宣称遭刑求被迫认罪 法官没采信 1980年判处死刑定验 直到2014年 靖刚地院认为 有未造证据可能提出再审 此时他已复刑48年 已被贴上全球关最久死刑犯的标签 最大の争点となったのは 事件から1年以上経って 味噌タンクから見つかり 犯行時の着衣とされた 5点の衣類です 靖刚地院认为 五件血衣长期浸泡在魏增筒 因会变黑 但人呈现红色极不寻常 研判是被加工 此外在库田老家 搜出的裤子布料碎片 也被认定是假造 且多份自白书 都有强迫认罪嫌疑 他的91岁姐姐 在审期间 照顾弟弟起居 更四处奔走 替他出庭 58年代的方法 だから 平均に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如今沉渊得雪 终于摆脱 伴随超过半世纪的恶民 此案也引发日本社会质疑 若警方靠着座位震 驱打成招 还有多少的库田岩 人被困在铁栏后 无法冲获自由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 超可愛熊猫 熊猫外交的光环 到底还在不在呢 近日芬兰动物园 提前八年 把两只大熊猫还给了中国 原因是 他们真的养不起 养熊猫好贵 远方说 他们不仅花费了 900万美元 替大熊猫建造了专属园区 而且每一年 还要付中国 170万美金的保育费 但另外一边 韩国人却掀起了追熊潮 韩国人现在除了追偶像之外 还多了新的追星对象 那就是追熊猫 吃着竹子 憨太可居 猫熊是中国国宝 更是外交明星 吃饱睡 睡饱吃 就算从四川 横跨6500公里到芬兰 似乎完全不影响 猫熊金宝宝与华豹 在海外享受熊生 在雪地中打滚嬉戏 猫熊可以说是人见人爱 但饲养猫熊 可不是一笔小树木 这间芬兰动物园 因为疫情后连年亏损 只喊吃不消 希望能够提前 将这对猫熊遣返中国 据外媒报道 大熊猫的年租金 通常百万美元起步 如果生下熊猫宝宝 则需另外支付 60万美元租金 想要租借猫熊 可不容易 有一堆规矩要遵守 起租十年起跳 一定得一公一母一起租 如果因为人为原因死亡 需要支付约1600万台币赔偿金 而且除了租借费之外 每年还要再交1600万台币赞助费 而生下来的猫熊二代 满四岁就要回到中国 此外给猫熊居住的场馆 也需要由陈租方 自行承担建造费用 福宝作为南韩第一只 自然产项的猫熊 乖巧可爱模样 吸引众人目光 几长 书毛各种姿态都超萌 福宝靠惊人魅力 掳获全南韩人的心 更在四岁回中国后 南韩旅行社更秀道商机 推出追熊团 很多的韩国人喜欢看 四川的我们福宝的 还有其他的熊猫 所以我们通过这次机会 我们做四川的旅游产品 一边看熊猫 一边看四川的好美的城市 但猫熊外交几家欢乐几家愁 印度屡屡申请租借猫熊 中国却迟迟不同意 印度没有专门准备的园区 先不提荷兰的熊猫宫殿 就连老美都有专门的熊猫馆 尽管说是为了猫熊生活环境 但也有人怀疑 印度十四年来 向中国租借四十次猫熊 持续被拒绝 恐怕也受两国近日关系紧张影响 但美中双方持续角力 北京当局却在六月 睽違21年 重启对美国的猫熊外交 去年底所有猫熊离开美国 美中双方关系也降到冰点 中方此举是好意味浓厚 但中国最蒙外交官 是否能让两国关系春暖花开 恐怕没那么容易 今天话题面对应 要带你来认识的是 日本刚出炉热乎乎 一天吃十二碗拉面的 日本新首相石破茂 邀请的是国际政治学者 张国成张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来谈谈石破茂 大家对他比较陌生 石破茂先生 他出生于日本的鸟曲县 鸟曲县算是一个比较偏僻 比较乡下的地方 长期以来是日本人口密度 最低的地方之一 那他其实二十九岁 他就当选过众议员 其实非常年轻 对 很年轻 但是之后 虽然很早就入阁 两次担任过防卫大臣 就是相当于国防部长 但是想要挑战首相 也就是先挑战自民党总裁 这条路却不太顺利 他参选过四次 自民党的总裁 但是都没有赢 那这次是第五次 这次是第五次 他终于这个如愿以偿 那当然这次也是因为得到了这个后面岸田派 然后这个马生这些几位重要人士的支持 所以在二轮的投票里面就获胜 那这个石破茂先生 也就是将来日本的首相 其实他是很难得 跟台湾赖清德总统 相当熟 而且有私人交情的日本政坛要脚之一 所以他是亲台派 他对台湾非常关注 因为他担任过两次的防卫大臣 而且在这一次 这个参选这个自民党总裁之前 他特别来台湾访问 那很多人说他志在总裁 而且首相 当了总裁跟首相之后 可能就不便来台湾 进行直接的官司访问 所以他一定要把握时间 第一个来看的 就是他的好朋友赖总统 因此就特别带了好几位 这个日本的重量级国会议员 来台访问 所以未来其实相信台日关系 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我想特别也要请老师来谈谈 他的国防政策 最主要是他本身担任过防卫大臣 他又是军事迷 据说有一次俄罗斯国防部长访日的时候 他连夜自己手作俄罗斯航空母舰 所以就知道他夺迷了 特别是还有一份报道讲到 说他跟他老婆的第一次约会 看的就是联合舰队 实在不太像约会应该看的电影 所以我们回来谈 他的国防政策 针对两岸 他的看法是什么 他现在的看法是认为 中国对亚太地区 日本还有其他的国家 形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所以他上次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他特别发表公开谈话说 如果再不关注台湾的安全的话 可能会在台湾重演 这个俄乌战争的这种惨剧 所以代表他对台湾的这种安全 其实是相当重视所以他也是台湾有识 日本有识那一派吗 是他非常关注 而且他提出说将来呢 有机会日本应该来领导筹筑 这个亚洲版的北约 亚洲版的北约 就是把几个重要的国家 目前可能会参加的是澳洲 印度加上日本可能一定还有美国 把他联合起来 共同组成一个亚太安全的防线 这个当然对台湾来讲 其实是很有利 那么谈谈他跟中国的关系 过去其实也曾经说过他是亲中派 不过最近好像有点不同的转变 特别是在中国仇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可能他们之间关系是越来越紧绷 有可能 因为其实日本过去 大部分的政治人物 非常重视跟中国的关系 因为贸易非常密切 然后观光旅游 尤其是来自这些比较乡下地方的 这个国会议员 很在乎的就是他们的农产品 能不能消往这个中国 所以早年他被归为亲中派 早年他是归为说至少是有中派 有中派 对跟中国关系相对比较好 那但是呢这几年来 其实日本政坛有在转向 也就是这个对中国的 当然他们还是强调说 要保持友好的关系 但是要强调亚洲的防卫 跟美国密切合作 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表达 对中国的不满 这种在日本的政坛 现在已经成为主流 那这个石破茂先生呢 其实他就是这种说法 这种主张的代表性人物 好 但是我们来谈谈 最近的仇日情绪在中国 跟日本小学生被攻击的事件 应该是息息相关的 对 那这次呢 当然大家知道深圳的 那个日桥学校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十岁 他就这个步行上下学 结果被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人 这个持刀攻击 那这个很不幸的就这个遇难 我想这件事情的当然引起 现在这个日本跟中国之间 外交上的巨大的这个争议 所以日本的这个外相 这个特别对中国提出 要求中国一定要解释 然后副外相叫上川洋子 跟这个王毅 这个也是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 也是进行会谈 那中国当然是 在这个时候表示道歉 这个是一个个人的偶发事件 强调这个治安上 可能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中国拒绝承认说 这是一种全体的反日的行为 这当然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因为在这一次事件发生之后 网路上许多中国的 这种不理性的网民的评论是 民族英雄 这当然是非常的糟糕 非常的这个不合乎 这个人道的那种 仇恨性的发言 对不起我打个岔了 老师以过去 中国在管控媒体的习惯 通常这样的文章 应该会被删掉 但是怎么还会在网路上呢 对中国管控这种 跟外交跟其他国家 有关的民族主义文章 相对来讲反美 很快会被下架 因为美国他惹不起 反俄 那是更是 更会被下架 更会被下架 因为中国跟俄罗斯 关系非常好 但是反日 这点相对来讲 尺度最宽 如果有人帮日本讲话 这种在中国呢 有个名词 不太好听 叫做今日 这个精神的精 说谁被指称说你是今日 就特别说你是日粉 帮日本讲话 这个是很糟糕的 那你就会被全民仇视 对他们这个是很紧张 然后被猎物 对仇日的文章 有人统计过 其实在网路上的存活时间 相对是最长的 这一点当然也是因为呢 中方呢 这个长久以来就是希望能够用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 去掩饰 去转移很多人对这个中国现在经济社会 这个出现状况的这种不满 转移这个焦点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特别强调说 因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当年呢 抗日战争打败日本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对日本的这种民族主义 对我们当年中国的欺压 也有所警惕 这个就是要感谢中国共产党 要不然我们现在就被日本统治了 好我在网路上看过一个影片就是 有一个人呢 穿了一些类似这种身上有花的衣服 好就被人说你怎么可以穿和服呢 好你这个 这个怎么会现在在中国的土地上穿日本的衣服呢 你是怀念日本鬼子的统治吗 好这虽然非常无理的 但是这个影片呢 在网路上居然几百万点击 好连我都看到了 好第二个呢 就是日本呢 自己呢也认为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说过去的侵略战争 这个好像对中国的 有点不好意思 有这个道歉的态度 所以呢对于中国有这种仇日的态度 日本政府向来是相对比较低调 好所以当然中国很社会就认为说日本是比较惹得起 好像这一次这个日本自民党总裁的选举 本来呼声最高的是高氏藻苗 但是呢 他被称为是安倍经济学的追随者 对被认为是这个安倍前首相的这个继承人 本来呼声很高 但是现在下来了 根据日本方面的评论 一部分认为因为高氏参败过禁锢神社 因此引起这个自民党党内 一部分人的这种疑虑 认为说现在呢也不宜跟中国完全翻脸 所以呢这个高氏呢 这个可能因为这个因素呢 就下来了 也就是说 史破网一上任之后 怎么处理中日关系 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特别是目前整个中国的仇日情绪非常高涨 不过我们回来还是谈一谈这个人 这个人蛮有意思的 据说呢 他其实是一般认为 他是没有太大的群众魅力 但是他有一些有趣的人格特质 比如说他非常喜欢吃拉面 他是咖喱专家 他是铁道迷 他是军事迷 而且据说呢 他夫妻感情很好 才刚过红宝石婚 对 这个也是传统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政治人物 强调的就是一本正经 这个 他讲话轻声细语的嘛 对 公事为重 但是呢 现在日本呢 因为第一个少子话 强调年轻世代的选票 强调这个政治人物呢 要走入这个社会 要相对比较软性 所以呢 他如果有这些政治以外的其他兴趣 格外容易 受到这个大家的支持跟关注 但是现在呢 这个史破先生 他就是有点跟过去常态不一样 他有其他的兴趣 他喜欢动漫 他喜欢组装模型 所以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的 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网来 那他就特别的组装了这个俄罗斯航空母舰的模型 然后呢 俄罗斯国防部网当时非常的高兴 所以不管双方在实际问题上有什么冲突 私人的交情 或者是这个谈判的气氛就软化下来 所以呢这一点也是现在 这个岸田文雄首相还有这些党内大佬 觉得说呢 这个石破先生呢 他已经选了四次了 五次了 要让他出头吧 第二个呢 就是现在的日本 需要的是相对 这种对各方都很了解 立场强硬 但是态度温和 这样的人呢 是非常的符合现在日本的需要 所以众望所归 就让他出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事业面对面 我是阿关陈斐娟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